HELLO 大家好,晚上的時間 歡迎大家回到我攝影獨白頻道 我今天主要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 講了相機 這條影片我在英國倫敦跟大家拍攝 過去幾天我沒有帶電腦 今天我安排到電腦 所以立刻第一時間拍片 因為沒有電腦就不能剪片 因為我不想拍攝直播 這條影片講什麼呢? 講Sony 最新的A7C Mark II 以及A7C R 還有一支新鏡頭 OK,大家好,我確認Sony 將會出新機 這次新公布將會有三件產品 一件就是A7C Mark II 這件就是期待了很久很久的產品 將會是3300萬像素 另外呢 有另一部相機 不是其他東西 都是A7C的 這個是一個高解像素型號 A7C R 這個情況就等於 Sony自己的A7系列 出多一個R系 R代表什麼? 高解像 所以這個A7C R 是一部高解像的相機 6100萬像素 嘩,厲害 真的 假如你喜歡A7C 這麼輕盈的 比A7 輕一點 輕便的一個選擇 這隻A7C Mark II 和A7C R就適合你了 剛剛有台交涉 交涉 出了一段影片 說流出的東西是堅定流的 我告訴大家是流的 最近網上流出的照片是流的 完全流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想不到 為何 臨尾 埋門一腳都流出的 我和大家確認 OK 我不能夠說 現在很多人都有保密協議 那我就沒有保密協議 但我都要 有些道德 不可以說太多 我只是告訴大家 A7C Mark II的外型 和上一代的A7C 即現在正在賣那一部 外型是一模一樣 有些不一樣 有些不一樣 不一樣 在機身上的前面多了一個按鈕 多了一個什麼按鈕呢 OK 不說太多 總之前面多了一個按鈕 其他是一模一樣的 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 像素高了 另一樣東西 也是彈卡 所以 OK 再說了 A7C R A7C R 和A7C Mark II 是一模一樣的 外型當然是一模一樣 但問題是 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是6100萬 超高 超高 分別 重點 A7原先的 A7 Mark II 是雙卡 重點是 高級用家 我不能說專業 因為專業是A1 A9 A9 Mark II 這些 高級玩家 有些拍片要求高 雙卡 雙卡 但A7C 是一部輕便少少的相機 它的外型 就不像單反 有個 軍艦頂的所謂 不是的 它是平頂 類似Rangefinder 平頂 一個很小的 EVF 坦白說 這剎那 我是不知道EVF 有多大的改良 頂上數高了 不可以改太多 因為外型是一樣的 假如你接受一個 這麼難看得清楚的 EVF 你是OK的 這部機 不是這樣說 因為很多朋友 現在拍攝都喜歡用 反螢幕 只要看螢幕 如果 LCD 螢幕 是可以的 EVF 就是多餘 未必要的 這部機 都是側邊反螢幕 和上一台是一樣的 適合 Content Creator 又不是要去到ZV那類的機 又要拍照 和拍片 拍flot 都可以有一個 很好的平衡 即Sony 現在有三個系列的機 一個是拍照為主 都是拍片要求很高的 即是A7R A7S A7系列 MARK幾 不說 MARK太多 另一個就是拍片 另一個就是 拍片為主 Fx 另一個系列 就是拍flot 為主 就是ZV系列 ZV系列 拍flot 那些機器 如果不是拍flot 要拍照為主 你想想 不要浪費 如果是拍照 重要的話 又要拍片 不是要求太高 但有些要求 這部是A7C MARK2 將會適合你使用 不過 我只能告訴你 如果你用A7的朋友 A7R5 A7R A7R 之類的 那些 OK 你不會喜歡A7C 即是A7C 始終是一部簡弱的 相機 另外一個高興的 就是 我有興趣一點 因為上一部A7C 所以上一部A7C 我用過 沒有興趣 相當讚賞 異用很多 所以這部A7CMARK2 是新的 我有些興趣 OK 當然具體情況 再用一段時間 才說 我是有些興趣的 但至於 A7C R 坦白說 它會便宜一點 即是相對於A7R OK A7R沒有C字 它是便宜一點 因為它是單卡 相機簡單一點 所以相對上 你是便宜一點 即是便宜一點 再加引號 即是便宜過你玩 雙卡的A7R MARK幾 那些 即是不要說多 即是它根本是兩條LINE 所以 Sony這些錢 相當聰明 在現有的 基礎下 走一條A7C的LINE 以前只有一部 我以為它是臨時的 現在它同時出C 基本的C 和CR 我不知道它會否再製造一個CS 我真的不知道 這樣的話 它會走兩條路線 一條是高級一點 認真一點的路線 一條是輕巧一點的 我不是說它不認真 是輕巧一點的路線 這樣看來 江湖難免有一次惡鬥 所以Canon 或者Nikon 你要和Sony過招 要想一下 在便宜的機器 一點點 尤其是Z9出了 Z8的簡法版 但問題是不夠便宜的 是不是 應該將Z5 做一個Mk2 upgrade到Z5 即是有Z8 大部分功能 不用那麼高像素 可以玩一下 可以競爭一下 Sony Canon 又要走這條 便宜一點路線 把RP推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江湖從此多事 這條片 真的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 確認 Sony 那三件新產品 那三件新產品 我為何可以說 我沒有保密協議 那便可以說 你有便不能說 我買到我推薦的台灣出版 中文攝影書 這批書是台灣很聰明 很聰明的攝影書出版商 在外國、日本、歐美買了一些 重要正書的版權 都翻譯成繁體中文 正體中文 我在上高這批書 再精選出來 精選中國精選 推薦給大家 大家剛剛看過 香港的書展 有沒有那麼多攝影書 肯定沒有 上高便可以買到 不用你去買 現在這批書 是全部用順豐送到你家 台灣籍送到你家 這批書 如果你買三本 就包順豐運費 用順豐送到你 順豐運費 在台灣送來 都相當一筆錢 而且書籍比較重 所以 扣上書的成本 我們供應商 真的相當微利 去服務大家 上高便可以買到 我推薦的 德國賽斯 的 抹鏡頭紙 一盒二百張 只是賣二百元 只是平均一元一張 如果買幾萬元 之鏡頭 買幾千元 都是一筆錢 你買這麼漂亮的鏡頭 為了解像度高一點 但問題是 你一個手指印 你不小心摸 你的臉 不小心摸到油漬 不小心摸到你的鏡頭 怎樣 那你便知道 鏡頭的解像度 即時被KO了 大幅度KO了 你要解決這件事 例如水 高濃度酒精 抹花 這支鏡頭 最簡單的 就是買一張 即是買一盒 菜式鏡頭紙 一元一張 撕開它 在上高抹抹抹 就很快乾 它是微濕的配方 很快便可以乾 是不流水積 相當正 很多攝影師在用 上高便可以買到 買一盒 包運費 一盒都包運費 你沒有聽錯 買三盒的話 送一條爬山星相機帶 有顏色選擇 最近還有一隻 紅色 黑點 相當特別 可以買到 OK 拜拜 請跟快樂 按讚 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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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